欢迎来到猛成烦恼频道 今天是我们第六期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国庆 和魁北克的搬家日 我们今天是7月1号 是加拿大的国庆 法语叫做La Fête du Canada 我们也叫做什么 Le Rue de la Confédication 大家看到我穿着个红色的T恤 上面写的1867 1867年就表示这个年的7月1号 是加拿大的国庆 在7月1号在加拿大的自治岭 有一个英属的卑美条约 将英国在北美的三块领地 合并为一个联邦 这包括加拿大省 今天的安大略的南部 和魁北克的南部 还有新斯科尔省和新布伦瑞克省 宪法法案在加拿大最小的省 就是爱尔德华王子岛首府 Sharlott Town 这个夏洛特顿签署 因此这座城市 被认为是加拿大的诞生地 但是改省并没有在联邦成立之初加入 当时此节日从1867年的联邦 直到1982年成为自治日 英语叫做Dominion Day 法语叫做Rouge de la Confidation 1867年的7月1号 这一天被称为建国日 但严格来说是一种误称 因为当时加拿大并没有从英国独立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而是建立了一个英国名下的自治岭 所以这一天在加拿大一直被称为自治岭日 而非国庆节 直到1982年英国女王兼加拿大女王 伊丽莎贝二世签署命令 将加拿大宪法修宪权交给加拿大国会 至此加拿大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终结 加拿大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7月1号这一天才被称为加拿大日 7月1号通常是加拿大人庆祝 和表达爱国之情的日子 这每个城市每个省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 Montrail经常在Roundable公园举行入籍仪式 晚上在老港有焰火表演 公园有演唱会 今年疫情改为线上的烟花表演 截日期间 有很多商店和大型的购物中心关闭 银行7月1号和2号关闭 联邦服务点 例如护照办公室 或者是加拿大的服务中心 7月1号和2号关闭 省级服务点 例如SAC办公室7月1号和2号关闭 什么叫SAC呢 SRQ就指的是我们在办理魁省的驾照 或者考试 7月1号2号是关闭的 图书馆 这个也是在关闭 加拿大的邮局7月1号关闭 7月2号开放 那么在这节日期间的开放的都有哪些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超市 这个是节日期间会经常会有打折 小型企业 肉店 水果店 杂货店 便利店都是开放的 还有这餐馆 大家都现在都可以堂吃 加油站也是开放 博物馆也是去开放 药房也是去开放 蒙特里尔的生态馆 植物园和天文馆也是开放 大多数的这个也叫做一个SAC 这个叫做Society de Zaccol du Québec 这是卖酒的一个商店 它也是开放的 这个垃圾收集是正常的 Eco Center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些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 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来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加拿大的国旗 加拿大的国旗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11个点 这枫叶这是加拿大的象征 它是一个国旗呢 中间呢 镶嵌的是白色方格 白色方格上有一个11个顶点的这个红的枫叶 1965年的2月15号被书面采用 以替代英国的国旗 它是第一个通过法律认定的加拿大国旗 从1870年开始 红传旗加上联邦各省的文章合成的这个顿形徽章 开始被非正式的用在陆地海海上 被称为加拿大的红传旗 在二战期间呢 加拿大红传旗是公认的加拿大国旗 那么魁北克的省旗呢 是底色为蓝色 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十字 蓝色方框内有一个百合花式 法语叫做le fleur de lise 这面旗帜于1948年的1月21号 被魁北克省政府内阁确立为魁北克的正式旗帜 于是在1950年的3月9号 获魁北克议会确认 是加拿大第一面获得法定地位的省旗 7月1号是魁北克的搬家日 在魁省呢 1974年的法律规定 房屋租赁合同截止到每年的6月30号 起始日期从7月1号起 所以这一天在魁省有事也叫魁北克搬家日 法语叫什么呢 le roux de dominage 当然你的租房合同也可以在这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签署 但是根据多年的习俗 大家都是习惯7月1号搬家 每年约7月1号 魁北克大约有8万个家庭搬家 其中大多在蒙特利尔市 7月1号 人们因此搬家而扔掉的家具电器以及各种物品多达6万吨 2020年因疫情的原因 这个比如移民到达的数量减少 到学校上课的学生数量减少 旅游者数量减少等很多因素 造成蒙特利尔这个房屋控制率常被增加 但是随着疫情的这个控制加强 80%的魁北克人已经注射第一针疫苗 从9月份加拿大高校发布消息称 将于2021-2021年的秋季恢复线下教学 买借尔大学还指出宿舍将于今年的9月重新开放 未符合条件的新生提供住宿 根据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和住房协会 SCHL 的数据显示 2020年在蒙特利尔一个面积 大概300平尺左右的小的studio 它的租金大约是700加币 常见的我们的四个半 也就是我们的粮食一厅的租金 平均的价格在900加币 那么今年大部分的租客都得到了 这个房主的涨租的通知书 房租的涨幅从10元 就是10个加币到300加币之间不等 在蒙特利尔市中心距离康大 买借尔大学附近的四个半 也就是粮食一厅 不带室内车位 它的租金价格是介于1200刀 至2500刀 大约有个208套 那么详细心 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谢谢 我们下次见 如果有问题 请发邮件 高凡115 at yahoo.com 还有我的网站是 3w樊高home.com 谢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